早晨各位,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的 新美嘉賓是來自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詩智先生 郭Sir,早晨 早晨 先跟進一下內地股市的表現 上證指數今天是低15點之後 邊峰不是太大,現在跌半個百分點 最近2402點,跌12點 另外滬深300指數跌12點,2596點 而深淨城市跌43點,9989點 我覺得港股好像沒甚麼方向 平開之後,現在最新跌48點 18177點 而國企指數跌29點 其次方面升22點,18132點 問郭Sir,怎樣看大市 昨日美股跌2% 而歐洲國家普遍跌超過3% 可否說港股昨天已經偷布了 跌了300多點下來 所以今天的變幅不是太大 其實港股真的跌在線 因為整個形態都是一步一步向下限 由上星期五開始 算今天為止 恆志已經持續3天 低收在50天線樓下 形態當然持續積弱 唯一想不到的就是 美股昨晚跌了200多點 曾經跌了300多點 但港股開出來 似乎不受太大的影響 可能沽額暫時來來來收收了 因為昨天有個低位18,054點 相對今個月的高位 20,173點來說 市已經跌了2,119點 如果在波幅的形態當中 這不算輕 當然 相對10月份升了4,102點 差不多等於跌了一半 關鍵在哪裡 都是18,054點的支持 一旦失守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將會退守到10月20日的低位 17,782點 當然暫時來講見不到 我自己覺得可能 港股由上星期四、五、一路下跌 其實說多說少 好像安妮塔所說 有機會是先跌在先 來到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只要不低於18,054點 即昨天日中的低位 問題不是那麼大 不過當之 整個勢太弱 就是這個肯定的 恒指一定要慢慢慢慢 逐步回到50天線樓上 才可以擺脫進一步下市低位的威脅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今個月仍然仍是先高而後低的形態 以2,119點的波幅 我自己覺得 如無意外 應該可以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至於有更大的波幅點 可能留待下個月才算 因為去到今天 其實相對下個星期二的期指結算 都是只有幾個假月天 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部份的基金 很可能都是有少少粉色的活動 因為如果現在是6、7月或7、8月 到年底還有大把時間 他們當然會去衝擊、炒上、無告弄低 但到現在這一刻來說 12月的假月天只有19日半 而11月剩下的假月天 計算今天也只有6天 計算今天是7天 應該是7天才對 即是未必有這麼大的幅度 讓人轉身 所以一動就不如一靜 否則8月跌3940點 9月跌3976點 10月頭兩個假月天都跌了109點 是要洗倉 是要沽的 那一陣已經去了 之後當然有著量的增持 但數目都應該不會太大 我的解讀就是 基金大部份都有點持貨 但不是去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我自己覺得沒有迫切性的持續沽售 令到大使可能會漸漸進入一個整顧 反覆或者拉他的局面 當然有特別的壞事件突然間發生 這個是特別論 但我自己覺得 就目前來講 今個月2119點的波幅 應該已經足夠了 問題就是會不會多2、3、8點 好 看看內地 跌多了一點 現在做2,399點 2,400點這個水位 我想這幾天都是水位在增持 郭Sir 現在內地股市的形勢又如何 因為不少的負面新聞都說 內地方面 下年的經濟會 比今年更加差 會出現放緩 股市也會難堪一劫 是的 的確如是 現在看見整個經濟勢頭 都是受到很大的挑戰 如果你看回A股 你會發現到 由高位2517點的回落 正在一級一級向下走 由2307點的上升 去到11月7日的2536點 累積的升幅是229點 當然不知道 升了229點 相對來說廣估一個上週已經升了 但不要忘記 他們是2000多點的指數 一半來說應該是2421點 現在技術上已經輕輕跌穿了 或者這樣說法 當指數跌穿2421點 第一就是這個技術上的反彈 已經告一段落 大市也在重陷反覆市低位的格局之中 不過我對2318點 10月20日的低位 和24日的低位 2307點 這個技術上的相比 我覺得暫時的防守性還是很強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內地的股市沒有什麼牛市熊市 都是看政策 當然去到比較低水平的時間 可能政策又會有些扶持 甚至會有些 資金又再 吸入幾天主要的成份股 令到勢頭 暫時來說不會去得太差 不過當然 任何 上落 我覺得都是徘徊區域 漸漸會形成一個徘徊區域 短期界埔 23807 到2536 馬闊少少的就是23807 到2616點 在這個區域之內 我相信會一段時期 反覆上落代變 至於明年的經濟 受到歐洲 美國經濟不景色影響 出口當然不能夠 抱著太大的樂觀 或者簡單說 國家要補7也好 補8也好 如果靠出口去拉動經濟 可能真的做不到 所以最終都要靠內需 內需其實所指的 包括衣食住行等等 都是 但是 樓房的政策 暫時來說還是規範 不允許資金 再倒流 再炒作 汽車業的板塊 其實 仍然 是繼續走 但不會好像 早幾年 由機數比較低 大幅度上升 勢頭 我想暫時 出現不了 剩下的 零售的板塊 消費率的板塊 你只看 整個消費類的股份 包括伏息 包括其他的零售股 走勢都是一般的 已經看到市場的看法是怎樣 因為原材料不斷上升 人工不斷貴 租金也不斷上升 對一些營運商來說 會帶來很大的 成本壓力 剩下的 我覺得只是基建 很可能 高鐵相關的基建項目 或者其他基建項目 早前曾經停一停下來 如果在經濟 比較低迷的時間 不排除 基建又再推出來 從而拉動經濟 製造的需求 變成水泥相關的資源股 可能 是會優於大事的 不過 講整個 A股的走勢 我覺得 暫時來說 跌得太深 這一分鐘就看不到 但真的沒有抱大大的憧憬 可能反覆上落 整個形態 但仍然是大遠的 好 看到銀行方面 搶港元定期的熱潮 稍為平息 但人民幣這方面 成為資金的新戰場 看到其中 東亞銀行 推出一年期人民幣定存 息率 郭Sir,你知不知道有多高 有2.25厘 你覺得是否真的好 賣股票 買股票 這一分鐘是面對歐元 疲弱 歐洲的局勢 不明朗 所以 暫時來說 的確保守一點點是好的 好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去相關銀行查詢 郭Sir,我們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 繼續有我們發達廣場的環節 再跟郭Sir 談談另外一個板塊 想跟你談談內房股 跌得比較多 而龍湖方面 960 亦公開否認了 說是涉賣北京的新盤 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跟進這個消息